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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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约算什么 重要的是面子 朝廷的面子 大清国的面子 大清的面子没缘过来 这仗就永远不算完 碧乃尔他是法国人 还当过法国的军官 可是人家呀 现在想当大清国人 人家觉得大清国人有面子 那你说说 中法之战 谁赢了 谁输了 太后圣名 今日必乃尔规划 意义不同以往 别有一番味道 所以我说 刘明传总算是会做事的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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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哪 不要对人家过分的苛刻 他在台湾要做点什么 你们能成全就成全人家 左右台湾不就那么个小岛吗 他再翻天能放到哪去啊 是 是 是 至于这个碧乃尔啊 任命他为台湾陆军教习 赏无品顶带不就得了吗 这 大人 他呀叫邱风甲 苗栗县铜锣湾人 六岁能师 七岁能闻 十四岁就中了秀才 当年丁日昌大人在这里的时候 许他为第一神童第一才子 是我们台湾人的骄傲啊 台湾人杰地灵将来会多出几个晋士举人呐 大人此话诧异 诧异 当今之事 岂是以诗文小记显身立名的时候 十四岁的秀才 不过是为了报答父母 明年我将赴福建乡士 料想总能中个举人回来 可那也不过是为了报答师长栽培 并非平生所愿 这位小兄弟 如果要是让你去进京会考 你金榜提名 再种个晋士回来 那是不是平生所愿呢 是啊 我们台湾还没出过晋士呢 种晋士入三甲 乃至禅功折跪得个状元郎回来 对台湾也许有点好处 朝廷上的众臣大佬也许会明白 台湾这块土地也能长出读书种子 也可以自行相试 不必让台湾子弟每次都历尽风波 跑到福建贡院里去凑热闹 我秋冯甲平生之愿若仅如此也太浅漏了吧 冯甲 不可语代张狂 不欲真佛 让我狂 我还懒得狂呢 那本帅还要成你青年有家呀 好 那你说说 诗文是小记 那什么是大学文呢 十业星台 十业救国 那么 十业该怎么搞呢 听林先生说 铁路总局已经建立 铁路开工迫在眉睫 冯甲以为大人求父心切 反而本末倒置 冯甲 庶人一政 本已干犯朝纲国法 我是秉持攻心 直言不讳 还是多方修士 斟酌进言 又有什么区别呢 你且说下去 我怎么本末倒置啊 铁路是个无底洞 是个填银字的无底洞 大情缘的片酬高达三十万元一集 以九百万的高价刷新了中国电视